新年 新年 年 年 月娥 因為書裡面有寫到一段 其中一段就是說得不到的東西是感受最真 你覺得 那個就是說在寫美好詩始終那一篇裡面 就是因為我說我是暗戀我的學長 當時是我覺得我暗戀他 可是後來是和我們有見面 我發覺她也喜歡我 那是她跟我講的話就是說 她說人生 人的一生當中 都會有一些事情或者是人 是沒有辦法得到的遺憾 可是她說這個遺憾是會讓她 永遠都記在心裡面的 那我聽到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窩心 跟感動 從一個小女生 蛻變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新女性 因為從小到大你沒有吃過什麼苦 你沒有遇到什麼挫折 你沒有悲傷過 你什麼都沒有 那是因為那件事情之後 就讓你整個人成長 就不再是小孩了這樣子 那有些人遇到感情有挫折的時候 他們會傷害自己 或者是有更負面更不好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千萬不要 因為你試過今天之後 你發覺真的根本就不值得 因為你不會發覺 世界如此之大 你知道人那麼多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單單為一個人 而且是一個不愛你的 而且他是一個背叛你的 或者是變心的人 然後要去傷害你自己 這是非常不值得的 如果說你只要想通這一點 還有就是說 你的親朋好友 你的父母親 都會心疼你 你不要讓他們心疼 你要把你自己建設好 對 我覺得說你有自己有夢想 你就真的要自己很堅定的 要很有毅力的去 一步一步的去 去做去實踐這樣 然後給你 我現在已經完成了 你去做了